有机废弃物 有机废弃物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动植物 微生物的尸体 都可以叫做有机废弃物 比如说我们动物性的 比如说各种的加工的 反正人能吃的先吃的 人不能吃的 就是动物吃当饲料 动物不能吃的 再下一等就是当毁料 所以这个是动物性的来源 大部分都是鱼类比较多 当然还有其他 比如说加工厂的 一些废弃的动物的 不要的东西 再过来就植物性的 动植物的尸体 像我们一般的稻草 这些都是输与废弃物 所以等于说麦杆 或者是像有一些 其他的木屑 这都是算有机的物质 它是一个废弃的 所以可能会从农业的废弃 可能从民生 我们生活这样 像我们厨艺 很多也是有机废弃物 可能是加工厂 就是等于事业废弃物 就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属于 像我们食品加工厂 比如凤梨工厂 它有很多消掉不要的皮 那个也是 就是因为有机废弃物 它本身很容易让发酵之后 产生错气 所以传统上都是用堆肥的方法 堆肥就是把它堆在那边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就把它翻堆 让它发酵比较完整 所以大概要花两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看里面的颜料复杂不复杂 时间的长短不一定 但至少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 有的是只要半年的时间才能堆 当然这个在堆的过程 就有废水 会流出那个发酵的水出来 会有 所以这个都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所以这个等于传统上 是用堆肥的方法去处理 那现在当然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次问题 所以我们在科学上 就开始有新发明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有所谓的免堆技术 就是不用堆了 可能就用比如说用一个设备 加上一个反应的 我们这个微生物反应的酵素 到一个设备里面来 我们只要大概花一个多小时 到这个状态下 经过这个反应之后 出来就已经变成肥料了 真的啊 对 哇那真的是很方便 对传统的第一个它费时间 然后还要空间 你还要堆肥厂 要很大的面积 对 所以它又时间又长 然后又要建房子啊 什么东西 下一来那个不得了 那个光废水就已经污染很严重 所以可能还要搭棚子 或者盖塑胶布啊 这些都很麻烦的事情 那现在新的科技上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种技术 就是全世界是唯一的一个新的技术可以做到这样的 就是未来就是不需要经过传统堆肥的方法 所以任何一个有机废弃物都可以利用这个最快速的方法做成肥 那就可以有没有减少这种污染的问题 然后很快的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技术的新的科技上可以解决这些原来传统的问题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我们在这种工艺上我们技术上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实际应用的这个设备 从小的设备到大的设备都已经一步一步 效素也是一样可以把它很快的不同的效素的作用都可以解决 我相信在未来20年之后全世界会用我的技术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不要的东西能够再利用 这个是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土壤需要这些有机物再回来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很多的废弃物坑拿去当垃圾丢掉了 那这些当垃圾或烧掉的东西就太可惜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有机的成分是我们土壤需要的 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从土壤中拿出去的 那现在如果这些东西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没回到我们土壤来 那因为土壤是有限公司 作物是把很多东西吸走 如果不再一部分放回来 很多的微量就没有了